今天带你看2021款的雪佛兰探戒者 来吧来看看我身后的2021款的雪佛兰探戒者 请先原谅就是这个车呢 它是没有电了 所以现在是充电的状态 那对于这辆车呢 我们先说它外观的这个变化吧 我们的拍摄车呢 是它的2.0T的高配的那个RS版本 整个前脸上呢 全系最明显的变化就在于它的一个灯枪 分体式呢 但是它分体式当中呢 做的是比较协调的 你不仔细看呢 如果不是中间加了这一条 你很难区分出来 这是一个分体式的 但同时呢 它现在21款的车呢 全系哪怕是1.5T的低配的 也是有LED的 全系都有LED大灯啊 之前1.5T是都没有的 那么另外呢 原来雾灯的位置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当然它是还有雾灯功能的 只是在长相和位置上调整了一下 同时呢 就是之前呢 如果要讲到2.0T的话 之前比如19款 它是Redland 但是现在的21款呢 都变成了RS 并且呢 2.0T呢 多了一个低配的 也就是说 它有一个两驱的版本 那从整个价格上来看呢 1.5T的 从16万开始起跳 然后呢 是18 19 再有呢 就是2.0T的21 22和23 我们这辆车呢 就是最高配的 正好呢 它现在整个前仓盖打开呢 它的发动机呢 也发生了变化 之前的260匹呢 现在是237 这个呢 也不仅仅是说 车辆本身的 这个动力上的变化 也是毕竟符合 国六B的阶段嘛 包括还有这个9AT 那对于它的整个车的 这个RS版本呢 它的外观上呢 做了大量的黑化 包括之前我们看到 那个开拓者 都能黑化的那种效果 那这辆车呢 也是一样 包括轮圈的黑化 耳朵 这种车辆的这些字母呢 全部都是做了黑化的处理 另外呢 就是它的轮圈呢 现在20T呢 高配的车型是19寸的 现在是235 50 29的 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如果跑一些 特别烂的烂路的时候 这个确实薄了一点啊 有利有弊嘛 另外呢 就是这辆车呢 它的基础配置还是挺高的 比如说像是 无药石进入 无药石启动 全系都有 包括还有后面的这个雷达 那么车尾上的这个 整体的变化呢 除了黑化的这些字母之外 那就比较明显的 就是这个 看起来非常唬人的 双边共四处 对 它是真的双边共四处 这个在量产车 这个段位的产品上 确实是比较少见的 那最低配的1.5T的车型呢 就是16万多的那一个呢 在外观上缺少的就是车顶的行李架 除此以外呢 就没啥太大的这种区别了 接着呢 我们就去看一看 整个内饰的变化都有那些 进入到车内之前呢 我们又讲一个 关于这辆车的小细节吧 就是它门板的这个储物空间 其实也不是中改车型才有的 是我个人比较喜欢 你看它整个门板的这个设计呢 储物空间挺丰富的 这是风底车的设计 下边呢 是它的这个储物空间 包括后面的这个突展能力还好 它藏在了这一块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小槽 而且这个里面空间不小 我可以把整个手伸到里面去 这个呢 是对于那些买过这辆车的人呢 这些车主很长时间才发现 原来这还有一个地儿 它特别是一个放一个三折的雨伞 另外呢 就是要吐槽一点呢 21款呢 依然是只有主价值 为支持一件升件 我也老大 叫做什么年代了 我觉得这点多少有点不太应该 车内呢 你要不看一些细节的话 你会觉得这车好像没啥变化 然后呢 作为这个2.0T的最高配的 Rs呢 它的这个黑化无处不在 整个车外呢 就以黑色为例的话 车外啊 车内啊 全部都是黑的 尤其是在一些小的细节上 比如说空调出风口 布满了整个T字区 包括像是方向盘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它用的是那种枪灰颜色的 然后看起来又很亮 所以这在某种程度上呢 既能够提升你的视觉的感受 然后呢 又没有像是那种指纹彩 也看起来很明显 所以这点我还是挺喜欢的 除此以外呢 你看它这个车内呢 也已经给你写好了 现在中改之后的这些车型 这辆车呢 它全系都标配的都有哪些 主要呢 对于那些买中低配的 尤其是1.5T的车主来讲的话 这个屏幕算是福利的 因为全系都已经是8寸的屏了 不像原来是中低配是7寸的 另外呢 就是它的这一套车机呢 其实使用的效果呢 我自己特别喜欢 就是它的这个昂斯大 当然它全系都支持手机远程启动的这个功能 直接把它打着火 解决了冬凉下暖的问题 那这个昂斯大呢 就是你一旦发生了这个 比如说碰撞呢 它的后台呢 会给你呼叫 然后呢 人员会咨询你 有没有人员受伤啊 去不要协调这些 紧急的救援的部门啊 110啊 120啊 这些 那么在日常使用的时候呢 你可以插它像一个管家服务一样 你可以问它的后台人员 你比如说上的吃饭呢 有什么附近有什么呀 你需要的某些场地啊 都它可以提供给你的一些后台的支持啊 这个确实是很方便 按一键就可以了啊 关键是它呼噜和接听的很及时啊 不像是某些打电话的那些客服呢 确实是比较繁琐 我们再回忆一下 它的这个传统的物理空间 这个位置 放手机很方便 而且里面的这个容积很大 现在支持的是一堵 有一个USB 一个Type-C 还有一个12V的电源 另外呢 就是它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两个标准的背架 虽然说没有线位 但是空间上还设计的比较合理 我特别喜欢就是这儿 我开过这辆车呢 它让我觉得很方便 就是我手机可以立在这儿 正好呢可以斜躺在这个位置上 放两三部手机 是一点压力都没有的 它的扶手箱呢 在这个段位当中呢 虽然说没有什么太强的设计感 但是就是简单粗暴 它做得很大 你看啊 我把手直接塞到这里边 你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你塞什么东西 我觉得你把它放满 反而是很难的一件事 手套箱的空间也确实可以啊 拿取这些是比较方便的 另外呢就是对于这辆车呢 它的这个使用呢 对于没买过或没开过某一系的这些车主来讲呢 它在功能的这个调节上呢 在左侧呢 是它的这个上一曲下一曲 右边呢是它音量的大小啊 这个调节还是挺有意思的 有了很多车主买完之后发现啊 我这车为什么没有这个多功能方向盘 没有这个调节音量的按键呢 上一曲下一曲 原来是藏在了这里边 现在20T的这个车型呢 像包括像有ACC调整的这个自适应巡航 按键呢都在这儿 我比较喜欢的呢 就是这辆车呢 坐在这里边的整体的这种感觉 就是这种感觉呢 就不是说一个大屏给你带来的啊 就是因为很多的厂商呢 就一个大屏解决了所有 它保留了大量的这个物理按键 然后让你操作起来 真的上手非常非常容易 即使你没开过这个品牌的车 一不了然风 比如说调风量 然后调温度 所有的物理按键都有 同时呢 它这个屏幕还支持触控的 所以你自己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就行了 另外呢 就是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对于这辆车呢 它的乘坐的这个高度 我呢 把座椅位置呢 调整到最矮 是大体上是我一个驾驶的一个坐姿吧 头部空间呢 在这儿可以去参考一下啊 还有这个垂直空间还剩多少 然后这是它的全景天窗 因为最低配的车呢 是一个小天窗 所以不管是坐在这个位置 还是说这个位置啊 这两个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我身高是184 绝大多数的人坐里边应该问题不大 接着我们去看看第二排的表现 后排呢 跟原来的变化呢 其实并不大 2725的这个轴距 包括全屏的这个地台 腿部空间呢 超过了一拳零三指 如果我要是调整一个平常的坐姿的话 顶到这儿 因为它整个两个座椅都是软的嘛 这样的话可以比较适合在长途去程度的时候 因为这辆车的座椅呢 是可以调节角度的 嗯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幅度 另外呢 就如果坐到这个位置呢 它的纯平地台的优势呢 就比较明显了 只不过它的这个扶手的填充物呢 会比较各 坐垫并没有问题 然后放下之后呢 对于左右两侧的这个高度和手臂的这个支撑也没问题 当然这个两个背自架还是那个会产生冲突的 如果放下手臂再放水平的话 就肯定会有阻挡了 整个车的这个坐起来的感觉呢 我比较喜欢 就是在于同段位的这个产品当中呢 它基本上考虑的是比较人性化的 除了像两个座椅 后面这个背带的缺失啊 放点什么信封啊之类的 有点不太方便之外的话 还都整体上还是原来那个样子还挺好的 来吧 我们打开后备箱 其实对于这辆车的后备箱呢 有几个特点呢 我比较喜欢 第一呢 就是它整个的这个开口比较大 你看我的身高站在这任何压力都没有 另外呢就是它当年设计的我非常喜欢的一点呢 就是它整个的这个遮物联 可以完全能够隐藏在地板的下方 再就是这个地板下边的这个储物空间做的非常的大 有了它你基本上就不用再买一个单独的后备箱整理盒了 七七八八东西都能塞在这里吧 尤其是圆的容易滚落的东西放在这特有安全感 另外的一些小的细节 比如说右侧的12伏的电源 还有这两个搬手 搬动一下就可以把它四六式的座椅直接放倒 形成了一个几乎纯平的空间 这样的话你在拉在货物的时候非常好的一个储物的能力 另外就是长途驾驶的时候可以把它临时变成一个小的双人床 休息一会完全没问题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静态的来看了一下2021款的雪花兰的探戒者 在很大成功上呢 这个车呢在北美卖的非常非常的好 还有呢就是它的碰撞成绩 基本上是在这个断面当中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 当然了结合它在国内的实际的中端的优惠的售价 我觉得啊 有时间先来看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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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